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有关爱的教导 最少被提及的可能就是自爱 逆境追光者都会强调要多爱神 爱身边的人 明目张胆地说爱自己 容易被人自我中心 甚至离经半道的印象 但是这个想法合乎真理吗 要自爱因为你的生命极为珍贵 假如你手上有一件价值连成的真品 你必定真而重资地保养看顾 而衡量一件物品的价值 很多时候都不单只是价钱 更重要的是物品背后 吻含的故事 京徒家里面有两块挂墙饰品 在别人眼中可能是一文不值 但是在京徒心里面却是珍贵无比 他们是包着木框的瓷祭卦式 大概是A5子的大小 其中一块有一百个不同字体的腹字 另一块就是一百个不同字体的寿字 是京徒二十几年之前 在中国一个路边摊档 以每一块一百元人民币买回来 给妈妈做生日礼物的 虽然不是都什么贵重物品 却是老人家表示最喜欢的礼物 因此一直挂在家里当眼的地方 到今日 虽然家母已经安返添加很多年 京徒仍然将这两件挂饰 保留在客厅当眼处 京徒认为这两块挂饰是珍贵的 值得珍宜众之地保留 是因为它代表了 这个家庭其中一段温馨的回忆 你应该爱惜自己的生命 逆境追光者要学会自爱 当然是因为上一集所说 在天父眼中 你的生命极为宝贵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 是天父和你之间发生过一个感人的 充满爱和恩情的故事 就是耶稣基督 用祂无瑕珍贵的生命 将你从罪恶过犯和死亡的恐惧 于就座里面买熟回来 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 有两句话 将所有逆境追光者本来的光景 和今日的福气都列举了出来 耶稣所书二章三节说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随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另一句是罗马书五章八节 清楚说出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假如你仍未决定接纳耶稣 作为个人的救主 那净土会带着最大的诚意 上你此道 耶稣是在你不认识祂 甚至否定祂 拒绝祂的时候 就已经为你赴上生命的代价 因为祂视你的生命为宝贝 所以祂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代替你赴上熟假 让你可以重回天父的怀中 重得永恒生命的盼望 无论你怎样看自己的人生 在神的眼中 你都极为宝贵 自爱最重要的表现 就是接纳耶稣 为你预备的这份救恩 假如你已经接纳耶稣 加入了逆境追光者的行列 那你就要记得 自爱最重要的表现 就是不再以自己为中心 而是让耶稣 稳助在你生命的宝贵上 按祂的心意 去过自己的生活 自爱的人生 心念到此 是圣神的灵 充满我们的内心 信徒 求主引导扶持我们 活出爱和感恩的人生 直到终身 祷告奉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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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浪 期待